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寻求在所罗门群岛或另一个太平洋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第二 然后说他完全支持澳洲现在部署高超音色导弹的建议 以便吓阻中国入侵民主自由的台湾 同时他赞同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使委员会加勒格尔提议 然后同时他还说这个中共军方正在变得极其危险 变得危险的傲慢 他原话这样说他在警告因为解放军东部和南部战区 现在拒绝与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进行沟通 提升了美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然后还说这个印太地区的趋势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并不好 特别是中国军方不安全不专业的活动有所增加 同时还表明在南中国海地区 中共在菲律宾 人爱交这些所有的这种行动行为 是极其不仅非法而且危险 他还说美国军方最高的优先 要务就是防止以中国爆发战争 但是美中军方之间的对话完全不存在 影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说战区层级缺乏沟通 增加了误判导致冲突的风险 然后他还说这个中共解放军 今年来训练加强后使其养成 一种新的自信和强势感觉 这种日益增强的强势 我认为会导致自负 而自负会导致傲慢 当他们变得傲慢之时就会出问题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飞行和操作高性能的装备 而中共方啊操作的那不一定是高性能的 好这是这个他采访啊 里面一些主要的观点啊 一些话题 首先啊这个印太司令副司令 印太司令部啊 他是一个中将 那接受采访 有很多事情肯定不能明说 是吧 只能说一些啊 让你自己去啊 自己去理解 然后自己去解读的一些啊 某些方面的这种趋势啊 一定要 并且还要保持政治正确 什么叫政治正确啊 就在战争上 你一定是说 你不寻求战争 你是追求和平啊 否则的话 那你就是啊 你是主动挑起战争 所以避免战争 避免与中国爆发战争 这就叫政治正确啊 所以每一个啊 这个级别的官员采访的时候 都是首先告诉你 美国不想跟你开战 美国避免与中国国发生战争 啊 这是优先要务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条件下 然后再谈啊 美国怎么避免战争 但中共如何如何不避免 美国如何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国际秩序啊 在做了哪些事啊 中共就在这搞事 是吧 然后就举很多例子 啊 这个例子 第一 中共极其傲慢 自负 然后呢 啊 并且 没有任何沟通 啊 这可能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避免 但中共一直在挑衅 一旦出现各种事情的时候啊 可能就是 责任不在美方 责任不在美方 那都是在哪里啊 都是在中共这里 平同时 他也 这个采访是专门 跑到澳洲 坎培拉 接受 采访的 说白了 主要的就是让澳洲的老百姓看到现在什么形势 同时这澳洲覆盖了新西兰啊 太平洋岛国国家啊 你要知道那个在太平洋南太平洋那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澳洲新西兰为核心啊为主 是吧 他们的电视估计也是澳洲的电视新西兰的电视频道都可以搜得到的 他们估计度假也都是去澳洲新西兰这地方 他们的物资估计也来自这里 所以澳洲新西兰它的覆盖是整个南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南部地区啊 所以在这里 他也要说到是吧 中共正在试图在太平洋岛国啊 建立军事基地啊 这个 是为了称霸南太平洋地区 一旦建了啊 可能很多事情啊 就没这么简单了啊 就是很多事情就会升级 是吧 同时也 按行一个重要信号 中共正在所罗门群岛和南太平洋另外的国家啊 正在用各种方式啊 做间谍活动或者隐蔽战线啊 就这些大家可以联想的吗 你建军事基地 你现在要搞定政治 搞定当地国家的政治 民意 你才可以建得了军事基地 如果当地的议会不投票啊 政府反对 你是肯定搞定不了的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中共在这里正在运作这个事情 美国全都在盯着啊 所以 这所有的一切 他在澳洲坎培拉就告诉南太平洋 岛屋的国家 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一个和平的经济发展 你必须先考虑上考虑国家安全 而中共 他到南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啊 他一定会危害的就是南太平洋 这些国家 包括澳洲 新西兰 以及这些道国 所以 要在南太平洋地区啊 澳洲 部署 高超音速导弹 啊 甚至远程导弹 这就是啊 这整个 谈话啊 他的对谈里头的 要传递的一些 基本信号 同时也告诉 啊 这个南太平洋这些国家 这个中共 他的啊 他用菲律宾这个事情来举例子 中共 是如何的霸道 不遵守法律 是吧 国际联合国都已经裁定了 仁海角 属于菲律宾 就是中共来到你这里 他如果在南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 那 那你就 他称霸 他就会 就相当于入侵啊 就相当于入侵 菲律宾今天面对的 可能就是你明天要面对的 台湾今天面对的 可能就是你明天要面对的 所以 这是他沟通的啊 主要的一些内容 我想听听林女士 你怎么看啊 对就是 陆的就是他前两天 在刚刚讲 王毅谈当前南海地区的局势 也就是他强调说 希望能够在南海方面 能够有一些 更有富有成效的意义的 就是能够实际上能够推进的 那中共国他想要推进的当然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利益 那他在菲律宾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那他自己在南海方面就是他不是到了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吗 那他又强调说联合国的一些海洋法的公约 那就是就是说在南海那边在海洋法的状态之下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争端 当然他也是暗指就是中非之前的那种一些纠纷 渔船的或者是这一些舰艇 然后这一些船舰这种他喷水住的这种纠纷 那其实像在那个新西兰跟澳洲 他们虽然看好像就是被中共国渗透的很严重 但是其实他们在之前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出来希望更了解首隆门群岛 就是有秘密警察就是中共国的秘密警察 然后跟索罗门群岛这个警务合作的这个条款的内容 他们是希望能够更加清楚的 为什么也就是新西兰跟澳大利亚 他们是感受到这种非常严重的威胁的 那8月11号就是路德先生做节目 也有提到说新西兰的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 那跟美方都有做一些在战略部署上面的宣告 那在这个宣告当中 其实虽然纽西兰也被渗透的非常严重 但是他们在所谓的国防战略方面 他们是非常的谨慎的 也就是他们本身知道中共国这种 共产主义的这种侵略性 所以他们对于本身澳大利亚 纽西兰还有在这些周边的这些岛国 还有南极方面的这个区域范围 他们都是注意到这种海洋的那种活动 跟那个自由的渔业的活动 都受到了中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的 那在这个当中他们也一直密切的在观察 而且也密切的跟美方做如何可以更稳定安全的恢复 他们原本的渔业经济活动 贸易活动跟当地他们需要的一些保护自己国家的战略活动 所以等于是他们更感受到的就是 把那个战略的那种防线好像是往南去影响到了 这个澳洲纽西兰太平洋岛国 更南的南极洲的这一个范围 有看到最近的这个新闻的报道 还有看到纽西兰的报道 澳洲的报道 对于这个部分他们的跟美方的战略方面的紧密结合 跟营运怎么样能够彼此作战的连结的 那个快速反应的那种努力 其实是更紧锣密鼓的 所以等于是这个也要 他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是 中共国做的好事 让纽西兰澳洲跟南岛国这些太平洋小岛的国家 更积极主动的互相连接在一起 然后对于这个从南极洲到这个南太平洋 纽西兰澳洲以至于延伸到菲律宾这个部分 他们这个等于是这个联盟体系都更注意到他们能够生存的自由 跟真正能够营运的游业或者是贸易 或者是旅游各方面能够安全的这种环境 这是自己这两天看到的新闻 路德先生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啊 这个整个现在的这个情况 其实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美国军方这里也是在全面的啊 各地无论是司令还是副司令 因为前段时间啊 这个美国的阿奎利诺 印太美军司令海军上枪啊 也是接受了一系列的媒体采访 是吧 谈论的话题其实已经很直接 是吧 这里头 为什么要这样直接啊 这是打破了很多啊 常规 就是美军啊 尽可能的 就是美军这些司令啊 尽可能的啊 去把这个局势 形势 给他 这个展现出来 或者是 这个 把他计划 他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都是做铺垫 那再结合美国众议院 以及啊 拜登政府 一系列的这种举动 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啊 美军逐击直接啊 来参与认知战 民意战 这个 美国知道 如果军方不参与的话 这个中共的 这个 他是用国家行为 那可能美国 内部的这些 其他机构 根本就 啊 无法实施 因为美国军方 他的经费是最高的 八千多亿美元 他的实力是最强 啊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接受 悉尼 先去 承报的 这种采访 核心的根本目的 就是啊 做民意铺垫 因为都知道 未来啊 这个 一旦冲突 产生 就首先 这些肯定是 避免不了的 这些都有相应的 人工智能 都可以算得出来了 和中共国之间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啊 唯一要做的 它就是一种准备 啊 就跟那个 啊 这是啥 为啥避免 这是 这用很多变量 可以算得出来 算得出来的啊 啊 为什么叫变量 可以算得出来 地缘 历史 啊 价值观 是吧 然后 啊 以及 现在的中俄结盟 啊 还有 这个气候变暖 啊 甚至 科技的发展 它 如果 底层 不能解决 什么叫底层 啊 就是专制 啊 你的系统的底层 不能解决 它一定会产生冲突 这是毫无疑问的 啊 对美国军方来说 这些 能不清楚吗 所以他就在这里啊 做各种铺垫 最终 我相信 听完这个节目 采访完以后 就知道啊 中共 一直在试图挑衅 美国 美国 一直在 后退 啊 甚至很多 啊 无论啊 这个左中右 无论是 鹰派 还是鸽派 对中共的这种 都已经是 啊 躲到一定时候 就是忍无可忍 是吧 所以 现在不仅是美国 欧盟 现在是澳洲 新西兰 都都都必须得跟上啊 这样的判断 啊 这两天澳洲 啊 新西兰的情报报告 也明确说了中共 是吧 对澳洲的 这指名道姓 中共的情报 间谍渗透 对澳洲的啊 危害很大 也有很多报告 已经出来 中共试图 让太平洋这些岛国 搞独立 是吧 啊 影响当地的土著人 就跟印第安人一样 来搞独立 这些都是他长期 做的事情 但这种长期 做的事情 就跟当年南非啊 搞什么种族 那个一样啊 运动一样 民权运动一样 很多 他都是 背后是国家行为的支持 目的下 就是啊 就是 搞乱 你美国 搞乱 自由世界 最终达到起 真正的 这个邪恶啊 扩张全世界 这对 就是之前说的 什么 解放全人类啊 所谓的一个 这种 啊 邪恶目的 同时啊 对于 接下来 一系列的 一些事情啊 可能在 做预警 啊 做各种预警 所有的 也告诉 美国啊 或者澳洲 这些政客 如果再跟中共 搞到一起啊 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你怎么看啊 林女士 啊 对 就是 为什么这几天 对于 澳洲的 这方面的 报道 就是 美国 军方 尤其是 国防部 在 除了菲律宾之外 然后在澳洲 纽西兰 跟 其他的 太平洋岛国 的这种 对话 或者是像 这样子的 访谈会 感觉比较多 其实 他们 在 去年 或者是 更早之前 他们 就有那种 危机意识 当 俄罗斯 侵略了 乌克兰之后 然后 像 我们一般 比较不会去 注意到 纽西兰 所以 路德先生 提到 纽西兰的时候 我就特别去 看了一下 他的那个 国防政策 的 那种 评估 那他自己 本身 像 我们看 纽西兰 好像是 也是一个 比较弱小的 岛国 然后 在军力方面 也是比较 没有那么 强盛 或者是 之前没有那么 重要 因为都是 以旅游业 或者是 木 农业为主 那 但是 也因为 太平洋 气候的变化 然后再 再加上 现在的那种 战略竞争 在全球范围内 的严重挑战 让 纽西兰 他自己 对于 这个国防政策 就有 更 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 保护 自己国家的 一个安全 主权 稳定 还有强大的 合作伙伴 这个 网络的 集体 安全的 一个 能够提供给 纽西兰的 一个 这样子的 体系 那这样子的体系 一个国际 规则的体系 他要的就是 他们的利益 是可以相互 串联的 而且必定是可以 得到保护 也可以得到 进步跟升华的 所以像一个 真正有远见的一个国家 就像这一些 小岛小国 但是 他反而会去更在意 自己跟 美方 或者是去跟 中俄 结盟 哪一样的策略 是对于他们国家的国防 是更重要 而且更能够永续经营的 那相信 一般的 有一些 平常的 一些国家的 不管是军方 或者是政治 正常的 这些观念 他都会了解到 跟美方的连结 是更重要的 因为才能够真正的提升 整个国家安全的环境 所以像在太平洋岛国 他其实是 目前都会越来越注重 印度太平洋 巡岛的对话 那像卡内基 他们这一个研究所 就会有第三度的 包括在9月18号的时候 在卡内基 他们要举办的 关于太平洋岛国 这里的一些 优先事项利益 而且要强调各国 对于当今复杂的世界 怎么样能够共同 来面对这个区域的挑战 为什么有必须要 这样子的对话 就可以想见现在 在太平洋 除了印太之外 在南群岛跟澳洲跟纽西兰 也延伸到南极的 这个部分 他们感受到他们的那种 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我们会去了解到 除了8月18号的那种 美日韩的三边的会议之外 其实陆陆续续的 这一些岛国的年度对话 也是会一直不断的加强的 路德先生谢谢 好的 谢谢林女士 提供了精彩的分享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的时候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再见 别忘了 添加路德社会员 再见